中華直播例行賽 前一站遭樂天逆轉的中信兄弟 今天主場迎戰同一世 要尋求下半季的第一場勝利 於是先發投手吳哲元以身作責 不管是讓對手擠出飛球被戒殺 或者是站著不動被散陣 前三局打完都沒讓失隊斬上內包 直到第四局 南馬天靠著寶宋犧牲打攻占上三類 康中信第四棒的胡金樓把握機會 事實一支中間方向棍立球 穿越內野防線 形成安打 成功把隊友護送回家 打下一比零的領先優勢 不過整場比賽 吳哲元依舊只在這一局 稍微遇到亂流 其餘時間都沒再上對手 圓雷遲一步 群場一路投滿七局 只被敲出兩支安打 失掉一分 外帶五次散陣講出優質好投 直於同一宣發江承諺 雖然前五局順利壓制黃山軍打線 讓南馬天保有一分優勢 但來到六局下 王維成一擊中間方向棍立安打 點燃猛向反撲氣勢 下一棒的小可愛張昆宇 茅上再不一致深遠長達 追求一路飛到紅塗警戒區才落地 照王維成的腳趁 要上三類絕對沒有問題 眼看隊友就站在得分大門 陳文杰當然不想露氣 再來一支有外野拼飛安打 二是青森回到本領 幫助黃山軍以1比1絕拼戰局 之後氣局下第一位上來的徐基鴻 二話不說 三來一發剛剛好 越過拳內大強的楊春炮 帶領中信逆轉戰局 主場球迷還要不行 但黃山軍打線不敢大意 之後繼續靠著張志豪 不死三陣 約東華二連安打 還有高宇傑 關鍵時刻帶有大電的犧牲飛球 多點一分保險 後續楊智龍和劉遠慶 兩位牛鵬也沒讓隊友 努力白費文文守城 中場中信就以3比1 主場收下雙力 黃旅台早合報導